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今年半导体产业,渴望延续健康周期性复苏,加上人工智慧,AI强劲需求不坠。大型投雇法人最新报告指出,维持台积电、普瑞KY、玉泰等三档增加持股平等。ASIC设计服务产业,则偏好是新KY。 科技股在台股农历年封关期间表现亮丽。其中,安某ARM上纪财报及本纪财报均优于预期,主要拜权利金业务营收强劲,及授权金业务营收扩张。 也含AI与加速运算相关需求,驱动高效能运算及能耗需求提升,使客户对相关IP需求扩张,股价2月以来狂飙于一倍。 头顾认为,安某强劲展望,刺激半导体族群相关股价情绪。台积电ADR股价亦于农历新年期间强劲上涨,ADR溢价于20%。 另一方面,市场传言,OpenAI执行长Sam Ottman寻求筹资5-7兆美元,规划与台积电合作,希望未来数年建置数十座晶圆代工厂,确保AI晶片供应无余。 显示,AI长期成长趋势看窍,带动美国半导体设备族群,美超微、Supermicro等股价强涨。 AI多头指标回答,NVIDIA一传言将成立新ASIC部门,专门协助云端、电信等业者设计客制化晶片。 法人评估,将对博通、Broadcom、麦威尔、Marvel等美系AI级云端相关ASIC业者造成冲击,因为于GPU与软体CODA生态系统上具备优势,但短期营收贡献有限。 就台湾本土系设计服务业者来看,由于相关ASIC专案多着墨于后段设计,并非挥达见指的市场板块,法人推测仍具备成本效益与弹性优势,但若挥达的人力以一手包办前、后段设计与头片等流程,将线缩台系设计服务业者接案。 展望未来3-6个月半导体产业,法人看好,今年晶圆代工将健康复苏,8英寸晶圆代工事况仍具挑战。 其中,台积电今年营收年增幅度将渴望较预估的全球晶圆代工产业高数个百分点,连电营收年增幅度则将保持与其预估的全球晶圆代工产业一致。 至于高速传输界面与MEMS麦克风相关IC设计业者,将随需求趋于正常化而重拾规格升级动能。 法人表示,个人电脑新机种在英特尔及超微新CPU平台上将支援相对应USB4规格,预计相关供应链USB4营收贡献将有所提升,无论host端或device端。 此外,AIPCNB渗透率增加将提升规格与单一装置的麦克风用量,并注意预态等MEMS麦克风IC设计业者营收与获利增长。 与此同时,苹果持续扩大印度产能,根据外电报道,苹果希望未来二至三年内,每年在印度生产5000万只iPhone,预计到2024年底生产比重要提升至两成。 市场预期,鸿海、和硕、塔塔集团等组装厂未跟上苹果脚步,今年将持续扩大印度组装产能。 随着全球地缘冲突加剧,加上中国官方与印度关系不佳,让据中资身份的利讯无法顺利在印度扩张业务。 尽管市场屡有传言,苹果将出手协助利讯在印度布局,但以现况来看,利讯投资印度一事仍遭卡关。 业界人士分析,对印度官方而言,比起让据中资身份的利讯在印度扩张,扶持本地厂商塔塔集团更符合印度政府提升整体电子产业目标。 更何况,还有鸿海及核硕持续在当地扩产,因此并非一定需要利讯的投资。 目前,iPhone供应链当中,在印度市场投资最大的仍是鸿海集团。 鸿海除了持续扩张iPhone组装产能外,也陆续在印度设立相关零组件工厂,逐步打造完整供应链。 今年2月上旬,鸿海公告印度子公司斥资120亿印度卢比,折合新台币44.15亿元,以自地为建厂房。 鸿海表示,取得目的主要为营运需求。 外界推测,鸿海本资扩张主要是为扩充iPhone产能。 分析师先前指出,2023年,印度生产的iPhone在全球占比将达12%至14%,估2024年将赠为20%至25%。 苹果愈来愈看重印度市场,计划2024下半年,在印度展开标准版iPhone时期的NPI。 2025年下半年发表,是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研发新款iPhone,选择标准版iPhone设计开发难度较低,可以降低风险。 在此背景之下,苹果产品现传将大升级,用于iPad、MacBook及iPhone等终端装置的新一代M4、A18处理器将大幅拉高内建,AI运算核心数。 今年对台积电3奈米强化板制成头片量,渴望比去年大增于5成,并包下大量先进封装产能,挨注台积电盈域热转。 台积电向来不评论单一客户与订单动态。 业界人士透露,苹果看准AI大趋势,今年不仅将大幅强化M3、A17处理器AI算力,新一代M4、A18处理器亦会明显增加AI运算核心数及效能,所有产品线AI应用搭载率将大提升。 苹果强化终端装置AI运算效能,并大幅提升自家处理器算力,对台积电投片量同步大增。 业界透露,苹果今年对台积电3奈米强化板制成头片量,由于渴望比去年大增于5成,必然继续稳作台积电最大客户。 苹果除了增加对台积电投片量之外,也包下台积电大量先进封装产能。 业界表示,苹果目前仍主要向台积电下单、Info及CoOS等2.5D先进封装制成,今年有机会将先进封装需求推进到价格及难度最高的3D架构SOIC先进封装, 一级台积电同步手握苹果晶圆代工先进制成与先进封装等大单。 据了解,台积电为依应苹果、徽达、NVIDIA、超微、AMD等大客户未来几年先进封装制成与先进封装大订单, 今年全力扩充300米家族产能及先进封装产能。 其中,先进封装涵盖CoOS、SOIC等制成,台积电位于中科、南科及竹南的先进封装厂都渴望是扩产的主要厂区。 台积电先前一再法说会预告,今年资本支出落在280亿美元至320亿美元, 当中70%至80%将投入先进制成,并有10%至20%用于特殊制成, 其余10%则用于先进封装、测试及光照制作等。 台积电董事会以核准资本支出预算案94.21亿美元,将近全年资本支出预算的三分之一。 法人预期,台积电先前订购的先进制成设备今年将陆续交货, 加上产能扩充的相关设备需求,成为台积电在第一季投入大量资本支出的关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спасиб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